美国内华大州克拉克县 检察官有最新的宣布 涉嫌全球知名足球明星 Z罗的强奸指控 由于在经过了9年调查之后 都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 因此决定不起诉 投资新闻也特别专访到 南加州知名律师郑博人 为观众来分析美国的强奸法 加州有序完整的法律 是最大程度的保障 每一位加州居民 尤其在两性部分 加州的强奸法是备手的关注 因此我们今天 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詹文博人律师就这话请讨论 詹文博人律师你好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加州的强奸法 对于我们认为的强奸 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样 华人来美国的话 他们知道说 美国的法律确实跟中国不一样 不管是开车 不管是民事违约 很多华人最后来美国知道说 美国的法律 特别加州的法律 可以触犯法律的情况还蛮多的 这个包括强奸 强奸在加州的话 很多华人听到这个定义的时候 很不理解 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亚洲的话 可不可以强奸老婆 先生 很多人会觉得不是 可是加州是 很多人还会觉得说 你可不可以强奸一个人 如果他讲OK 做 也可以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让很多人知道说 在加州的话 这个触犯法律的 怎么样子可以触犯 一般触犯是在哪里 然后后果是什么 在你情我怨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过程就不算强奸 那请问这样的说法 是否真的站得住脚呢 一般看到触犯法律的地方 关于强奸是有几个 第一个 Finger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是强奸 可是在加州是 第二的话 很多人他们会觉得 如果对方没有拒绝你 这个就不是强奸 这也是错的 因为加州法律也有讲说 你可以喝醉酒 你今天的话就可以被强奸 第三 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对方同意的话 这个不是强奸 那这个是很矛盾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 如果我有别人的 所谓的把柄 那是我的筹码 我今天的话 跟他有性行为 这个当然不是强奸 可是加州的法律是讲说 如果今天 一个人是有duress duress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个压迫感 不管是外面 可是脑海里面 你有一个利益 你可以去利用这个情况 去让别人跟你有性行为 这个的话也是强奸 那埃道你说这样子 一般人该如何保护自己 免于成为一个强奸犯呢 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别人不同意 所以这个意图是十分重要 那很多华人会讲说 今天我没有办法去 知道说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我一般我会跟客户讲 虽然这是有一点无法理解 隔天以后 我会建议你发短讯给对方 好 这个 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知道对方 你跟对方有性行为 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看你昨天晚上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事 如果对方没有被强奸的话 从一个客观的人的角度 他们会回你有暧昧的话 这样子 感谢周医师想讲解 跟耐心说明 相信观众对于 假作强奸法的部分 有点了解 这边要呼吁所有的观众 有任何法律上的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单位 进行咨询 以下是罗新闻 李重阳明俊 在罗杉矶的 成本报道